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版本爆料 原神4.7雷零人克洛林德技能爆料 我冷却消同款一技能来了 原神,水龙王彻底成小丑 全品要伤害新角色来了 机智夸张倍率离谱 全新3.0时代开启 原神4.77格文 克洛林德技能详情,新生渊玩法介绍 首先是4.7版本将会开启新生渊 奖励共600元时 共8层 有点类似隔壁铁道的虚构叙事 每期有不同的限制角色和buff吧 比如,用蒙德角色可以加分之类的 就该学宝可梦大师传说冒险 每期三个,boss循环打 持续一个半月 所有人和武器限定出场一次 9队大头奖励拿完 然后,再多就给点的蚊子腿 但又有点用的东西 这样弱的角色也能用到 卡石方面 4.7新角色确定克洛林德加西格文加新四星塞托斯 并且复克莱欧斯利 第四个位置会在弗宁娜和纳维亚之间二选一 因为近期有消息说 弗宁娜传说二在纳塔 所以大概率弗宁娜会被雪藏到纳塔版本 而且真要复克弗宁娜的话 搞不好又要挂零 毕竟目前大多数都是小克吉卡玩家 对面流银首发 服服上次基本都抽了 上次该补命做的都补了 这次应该很少克金补命做的 原神也没啥新玩家 基本就是挂零了 4.7版本 戴因斯雷不回归 加上西格文 克洛林德双传说任务 4.7终于要忙起来了 有意思的是 内鬼透露 在4.7的剧情中 戴因斯雷不被反主暴打了一顿 有关克洛林德 西格文技能消息 克洛林德前台战场主C 是龙王同款三层雷反应天赋 一说的是突刺和闪臂持续七合一绑定 结合第三条无敌针 高伤 应该是说 开一获得突刺 突刺造成高伤 同时有无敌针 相当于闪臂 结合第一条 说它有两大攻击方式 而突刺开一 才有加平A触发追击 估计是用枪打一下 所以平A大概以剑为主 西格文的描述 还是蛮抽象的 淡淡泡泡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且现在两个问题 一水滴 是不是只能西格文自己吸 二 水滴加生命之气 能不能给别人加 就比如仆人 感觉生命之气 会影响西格文治疗量 其他奶治疗玩气 都会被清除 所以合理猜测 西格文的治疗 不会清除生命之气 看来4.7是没有新地图了 三个新角色R4.7场面已经够了 目前看两位五星角色 也是生命之气的机制 克洛林德 释放一技能会持枪攻击 当生命之气到达一定层数 会进行戳次 天赋会消耗生命之气 增加暴击率 大招也是消耗生命之气 造成伤害 西格文一技能会召唤一个泡泡 协同攻击 攻击后会缩小并留下水滴 减水滴会上生命之气 大招间歇水柱攻击 造成伤害并未全队治疗 天赋根据通过大招治疗 消除的生命之气 增加大招的伤害 而4.7新增的深渊玩法机制 目前看是元素限制 比如火 雷限制 那么玩家只有使用火雷角色挑战 才能获得积分 一共8×600元时 最后就是足迹PV登场的 那塔角色 伊安山的实机图 比PV里的变得可爱了 不过这好像还是个男角色 随着4.7版本的测试服的开放 角色强度方面也有了一个变化 策划为了卖新卡 比如会被刺一波老卡 前面和大家说了 克洛林德相关方面 已经达到了特效膨胀的一个地步 但没想的是 希格文同样也有着令人想不到的地方 从目前外网解压出来的视频来看 希格文的大招和水龙王纳维莱特的大招 有着一些相同的地方 希格文可以持续的向前方注射爱心 虽然说目前测试服没有进行360度的测试 但从目前的技能介绍来看 希格文是可以满足这一条件的 于是就有一些数据大佬进行了一个计算 暗若水5W血400爆伤算 希格文7W一喷 一个大招100万左右 配置如下6加1希格文 夜兰万叶福宁纳 具体素质如下 倍率24% 增伤35% 夜兰40% 万叶50% 食服爆伤190 加若水88 减抗风套40% 希格文35% 光是素质这一块 已经差不多能和水龙王媲美了 重点是希格文并不是一个正统的主C角色 灵命辅助满命才是主C 可见现在的机制上越来越离谱了 一个辅助都可以媲美强势主C强度 此外还没有算上特效这一块 看过视频的玩家就知道了 4.7版本这两个新角色的特效是真的很不错 就连四星的赛托斯都可以排在雷系前几的位置 更别说是两个五星的科洛林德也是一个首法怪角色 这才4.7版本就开始迫不及的失水龙王了 可想而知到5.0的纳塔有多惨 不过这也印证了那句话 一代版本一代主C 如果无法从机制上打败 那就加入全屏R奥伊机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